这首寄功活佛辞讯调记《天才白痴往日情》 是在民国八十年 1991年 最次新卫7月23日 马来西亚子民两天班 老师到谈首批 一转眼这已经是三十年前了 当时子民也是刚刚开谈不久 在两天班当中 老师这一首《天才白痴往日情》呢 有一点悲情啊 也是在讲述开荒的不容易 缅怀前人来台湾开荒 然后经理开荒前选 又把宝贵的大道带到马来西亚 带到世界各国 色万水拔千山 远离家乡天涯流浪 只为报恩宽 尝尽心酸苦楚也无妨 前人被开荒 还有很多开荒的前贤效法 前人被都是一样的 拔涉千山万水 远离家乡 远离故乡佛子行啊 天涯海角去流浪 为了什么呢 为了报答天恩世德 浩大无边啊 过程当中 尝尽的心酸苦楚 也无怨无悔 是心甘情愿的 他一直存在着 得了宝贵的大道 利愿了愿 效法圣贤的这种光明啊 也占了圣贤之光啊 要效法圣贤 把这个慧己心火传承下去 道途中苦乐相与共 别亲情太匆匆 修半道的旅途当中 有苦也有乐啊 离别的亲情 赤月过得好快啊 太匆匆 谁体会将耳观心中 温暖的游子心中 谁能够体会这样的心情 而现出一种关怀呢 能够温暖天涯游子的心啊 为了到产真宗 哪怕委屈困难重重 历练此一生 只愿苍生彼岸截足灯 为了宝贵的大道 去产养宝贵的真宗大道 哪怕过程当中受尽委屈 而且遭遇的困难重重 那都是一生的修半道的历练啊 只愿天下苍生 都能够截足先灯 到达解脱的彼岸 旅途中谁来相与共 看天时太匆匆 谁是得握机快马充 赢得了尽孝尽忠 在修半旅途中 谁愿意同伴共行呢 来相相伴呢 看天时已经这么匆匆了 谁有这个智慧是得这样的一个机缘 加起难逢 把握加起良辰快马加鞭向前冲呢 这样就是真正的敬先天大笑 敬孝敬于无生母 敬忠敬于弥罗天啊 为了要道赴真心 耐心忍性把道传颂 这个背后有一份对前人的感恩 怀念我们前人 前人就是用一颗爱心 直到永世永胜 我们怀念前人的心 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记供佛佛资讯 调记天才白痴往日情 十万岁八千山 远离家乡天涯流浪 只为保恩宽 尝尽心酸 苦楚也无妨 将一生 皆奉献 无怨无悔 为道奔忙 独中心为民 得道了愿 神发生先知光 道途中 苦乐相遇 工 别轻心 太匆匆 谁体会 将耳观心中 温暖了又自信中 未了到参征中 哪怕畏惧困难重重 历练自一生 自愿长生 彼岸皆主等 旅途中 谁来相遇共 看天时 太匆匆 谁使得我几块马虫 应得了尽孝尽重 未了到不真心 耐心忍心把道传颂 怀念我前人 一颗爱心到永世 永生 永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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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